昨天好像你們開那個政治獻金 然後反應好像避免操浮還滿熱烈 我還問我們那個說 我們不是5月26號才開記者會才上線嗎 怎麼會突然跑出來 簡單的題目 可以先講一下昨天好像你們開那個政治獻金 然後反應好像避免操浮還滿熱烈 那個就謝謝大家的支持 其實我跟你講 大家的支持我們覺得壓力更重 好像就負起更大的責任 我們會努力 那這個帳戶什麼時候會 它是 其實我還問我們那個說 我們不是5月26號才開記者會才上線嗎 怎麼會突然跑出來 所以應該是5月26號 我們才開正式記者會跟大家宣布 因為我這幾天都在南部 有講說就是國民黨接下來的政策 是情緒勒索民眾黨這個部分 主席你怎麼看 這個我們何必去評論一個名嘴的話 就是這樣啦 還有8個月 不要每天只有選舉 應該還有其他事可以做 好 總共警 我們再一題就好了 他說你滿有情有益的 不是啦我覺得是這樣 我們是希望 我們希望每個人可以變好 其實當時我的思慮很簡單 因為台北市在依化的確做得相當成績 你要知道我們台北 我在離卸任的時候 台北市這種的公文99.7%是電子公文 我們只剩下那個 正通處的密件還有人事令 所以用紙本的 其他全部都依化 當然 台北市這種的依化成績很好 我們就希望說 能夠到 讓其他縣市也可以 可以學習 其實動機很簡單 就是說 可是當時每個人在講說 我們要什麼跟黑道報告幹什麼 我就覺得 為什麼一開就把人家貼標籤 說人家壞人 他三十年前做的事情 如果這樣我們這個社會更成 乾脆不要有更生人協會 所以我覺得那個 不要隨便跟人家貼標籤 我們重點是要鼓勵每個人向善 往好的方向進步 我當時是這個態度 所以我也很樂意 去跟他談這個政府依化的問題 其實我還帶 因為我沒有時間 太多時間陪他 我叫他去看我們那個南門市場 我還對我們那個南門市場非常的驕傲 全台灣最乾淨的市場 就是這樣故事就這麼簡單而已